主席,我覺得其實是膠隊徵費計劃推出之後 其實都明顯有一個作用 當時你看到超級市場背心袋要收錢 很多市民就形成了一個習慣自攜購物袋 我覺得那個效果是明顯 今天政府想將那個膠袋的收費提升 以及都將那些撥免的範圍收窄 這個在先前我們這個會裡面 也都普遍我們的成員都是支持的 但是也都有很多市民配合環保的政策 自己進行改變生活的模式 推行綠色生活 越來越失望 就因為看到政府似乎沒有一個整體的配套 那個回收整個產業鏈不能夠形成 結果市民就覺得 我除了說膠袋徵費我支持 我自己家裡的垃圾不能分類 但是發覺原來分類之後 又去了堆填區 整個整個就心淡了 所以我覺得第一就是不應該低估市民環保的意識 第二呢政府相關這個整體配套 就真的要做得好要做得快 太慢太慢了 主席我們來講玻璃春說了多久 那個由那個生產責任制 整個框架的法例定了之後 逐樣逐樣做 玻璃春做了玻璃春本身的框架 然後現在才來講玻璃春要實行裡面的一些法規 現在經過多少年 有些市民可能都不明白 我也不是說否認立法會都有責任 但是有時候我們也有時候是被動的 政府法案拿不到來的時候 我們是肝著急 所以我覺得這裡是加把勁的 而我上一次提出的問題 我也很失望 政府也都沒有回答我 我就說好了 剛才我解釋了一段 那個膠袋徵費的一些效果 但是它的代替品對於環境影響又如何呢 這個又回答不了我 你不用這些薄薄的膠袋 就用厚厚的那些購物袋 大部分是不織布 其實又是那些塑膠物料來的 當然它可以重用很多次 但是重用多次 你實際上得回來的效果 對於這個環境影響 對於這些塑膠 這個料的問題 這些不能解降的塑膠材料 對這個環境的影響 政府又好像沒有什麼數字 我知道你們 都對每一個垃圾州的地方 你都真的派人去慢慢分 去慢慢數 做一些研究 那是不是都應該研究出呢 就說這些塑膠袋的代替品 都是對環境有影響的 實質影響是怎樣 是不是計算起來 都是隨便有精 或者反過來隨便有便 這些很簡單很基本的事情 這次一元與兩元與否 我又很不滿意 似乎政府總之是彈弓手 剛才也有我們的同事提出 你其實就已經做了很多的研究數據 你建議多少清清楚楚 這個就是政府所建議的 不要離開人秘密 我政府建議這個 但是你們 如果你們建議加多些 我們不反對 這樣 是不是再加多些 會不會有什麼反效果呢 如果你加到的 加袋是很貴很貴的 會不會呢 那些相反有個誘因 硬銷交袋給你呢 一個交袋賺到10元 譬如說 那這些你應該是考慮了的 是吧 不會不考慮的 考慮了你就清清楚 將你的考慮結果 告訴你 又不用 我們今天裡面 都似乎分開兩幫人 一幫是一元派 一幫是兩元派 有些甚至沒有 有些是零元派 就是你造成 這種的局面 好像剛才我們 也有委員 都是提出類似的不滿 就是你建議有什麼 分析了 你精清楚再告訴我們 這個就是你所建議的 就是為什麼其他的銀碼 沒有那麼適合 就是你不怕說這句 就是我們立法會議員 就不會說你說什麼 我們就是什麼 但是呢 在這方面 其實真的 如果我們沒有數據 我們自己憑自己的感覺 就說多少錢是對的呢 這個又不是向市民負責任的態度 我想 哆哆哆哆說 大輪的意見 我相信 主席都明白我想 撥達什麼 看看同事 政府同事有什麼回應 主席 其實 就是 又說完 就是一元兩元 其實本身 我們一直建議都是一元的 不過就是去到 上次的小委員會 有議員建議 不如何不都兩元 所以本身我們提議 一元本身 也已經是第一 有支持的 我們經過一次 發言委員會那個 的公眾諮詢之後 有五成市民 都是之前用一元的 兩成多之前用兩元 第二件事就是我們也要考慮 市民負責任的程度 今天的經濟環境 所以我們今天的提議 就是一元 所以我們一直都是說一元 直到上次的小委員會 有議員建議 不如兩元 這樣 然後就問政府取題是怎樣 我們覺得就是 既然一元、兩元 可照法醫委員會 都有建議過 而我們覺得 在今天最重要的就是 要加錢 因為今天的五號 那個鎖壓力 就不夠困難 所以我們也是要加 但是加幅多少呢 一元、兩元 可照法醫委員會 都有建議過 只不過我們是選了一元 所以如果議員說 不如加多一點 譬如兩元 那在我們來說 其實我們也要尊重議員的意見 因為始終都是 符合我們本身 就是選的一元、兩元 可照法醫委員會 給了兩個數目 一元、兩元 都是我們自己選的 那我們就選了一元 但如果議員覺得 可以再做多一點 不如何不做多一點 這件事 我想議員提了修訂之後 我們是會尊重議員的意見 主席 因為我不問第二次 所以很簡短 給我多說幾句 好嗎 另一個問題 剛才也有同時關心的 就是說 現在你是商戶修了 它是不用上繳的 也沒有規定它怎麼用 雖然你鼓勵它 希望可以用回環保的方面 我亦同意特別的小商人 要他申報 他真的有嚴重 我想這個 變成擾民了 所以你說 他收了 他自己 進入自己的帳 這個我不反對 但是 是不是政府主動一些 對於這些大型的機構 比如大型的超級市場集團 政府是不是可以用一些所謂PPP 大家合作 你不用說真的要核數 他到底收到多少錢 但是大家拿出心 他明明是在那方面 有這些收益的 政府跟他有些合作的計劃 軟性地推出這件事 不一定成為一種硬性的法例 一定要這樣 但是這樣 我想市民就會更開心 發覺原來 譬如這些大集團 他亦都是著重環保的 政府又跟他一起 推出一些綠色的計劃出來 可以考慮這一方面 好嗎